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陈毅新剧《赴山海大侠》打扮受曝光,内衬造型帅气十足。在浙江恒电,被誉为东方影视制兜的地方,近日吸引了广大粉丝和媒体的目光。 被受瞩目的青年演员陈毅在这里拍摄新剧《赴山海》,他所饰演的大侠萧秋水的装造曝光,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陈毅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,早已深受粉丝喜爱。而这次的装造曝光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萧秋水大侠身穿简约内衣,英气逼人的出现在镜头前,仿佛是古代侠客重生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 从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出,诚意的妆容简洁大方,内衣质地似乎随意,却透露出一股不羁的江湖气息。 他坚定而深邃的眼神,仿佛能穿透世俗的纷扰,直击人心。 而飘动的发丝更增添了几分飘逸与潇洒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诚意的这次装造实在是太出色了。 他不仅完美地诠释了萧秋水大侠的形象,还将江湖气息和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有些网友甚至调侃道,萧秋水大侠难道就是穿着内衣出来闯荡江湖的吗?太有型了。 这次装造曝光无疑为赴山海,增添了更多看点。 相信在诚意的精湛演技和出色的妆容下,这部剧必定会成为引人期待的佳作。 新一代演员巅峰对决。 诚意,杨子光芒四射,最后惊现黑马,震撼揭晓。 当前闪耀的娱乐圈中,备受瞩目的是新生代演员的崛起。 他们以非凡的外貌吸引了眼球,更以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心。 三位备受关注的新生代演员,诚意,谭剑刺合杨子,凭借其在影视作品中的杰出表现,成为了业界佼佼者。 先来看诚意。 或许起初他名不见经传,但他独特的气质和英俊外表吸引了众多眼球。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出色的演技。 在古装剧中,他可以扮演飘逸公子或热血少年,在现代剧中,他准确捕捉角色内心,情感表达自如。 这种真实还原让观众不仅看到演员,更看到角色的灵魂。 诚意的成功源自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对角色的严谨态度。 再来看谭剑刺。 他或许不是一见钟情的类型,但他有一双充满故事的眼睛和独特气质。 在长相思中,他出色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。 他展现角色内心世界的细腻和真实,让观众仿佛融入故事。 他的表演充满层次和情感,打动了观众。 谭剑刺的成就既与天赋有关,也与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认真态度密不可分。 接下来是杨子。 从小备受瞩目,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认可。 尽管长相一般,但他出色的演技令人惊叹。 他准确把握角色情感和内心,将角色演绎生动。 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中,他的表演充满力量和柔情,展现角色成长与变化。 杨子成功离不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对角色的认真对待, 这种态度让他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。 这些新生代演员的成功非偶然。 他们用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 他们不仅有出色的演技和颜值, 还有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。 他们为角色付出心血,挑战突破自我。 正是这种进取精神,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, 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。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娱乐圈, 这些新生代演员用努力和才华, 呈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和角色。 他们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情感和人生体验。 相信未来他们会带来更多精彩作品, 让我们期待他们的表现。 谈及这些新生代演员, 我们不仅谈论颜值和演技, 更谈论对梦想的追求和对艺术的理解。 他们用努力和才华展现了真实角色, 为我们带来片刻宁静和感动。 他们的成功背后是日夜心情付出和不断磨练。 他们对待每个角色都倾注心血和热情, 这种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, 值得我们敬佩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